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比特币不靠银行,也不靠政府 却能让任何人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转账 没有人能够冻结账户 也没有人能够篡改交易 它已经稳定运行了16年 还从几分钱涨到了12万美元一枚 更重要的是它的总量永远固定 没有任何人能够随意地印钱 但它既没有老板,也没有后台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今天我们就从你最熟悉的系统 银行一步一步地拆解比特币的运作机制 看它如何在没有中介的世界里边独立运作 我们跟银行打交道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当然是开户 你得带上你的身份证,手机号,住址证明 天表,排队,签字,跑一趟线下网点 银行要核实你的身份 决定要不要给你开户 而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 在这个时候也都交到了银行的手里边 比特币呢 在比特币的系统里边 创建账户也就是钱包 你只需要下载一个软件 比如说Trust Wallet或者是Exodus 不用添真名,也不需要任何的审批 点几下,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对密钥 一个叫做私钥,一个叫做地址 你可以把私钥理解为银行的登录密码 地址呢,就像是你的银行的卡号 但这里边是有本质的区别 在银行的系统里边 你的钱其实掌握在银行的手里边 银行能够冻结你的账号 拒绝你的转账,而在比特币的系统里边 谁掌握私钥,谁就拥有资产 所以在币圈内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Not your keys, not your coins 不是你的私钥,就不是你的比特币 英国有个叫James House的程序员 就因为早期不小心把硬盘给丢失了 结果呢,他丢失了8000枚的比特币 到了现在超过8亿美金 所以说在比特币的世界里边 钱包就是你的银行 而保护私钥就等于保护你的资产的命骂 那账户搞定了 接下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谁在帮你记账 在传统的金融体系里边 记账的工作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负责 他们各自维护着自己的数据库 所有交易记录都存储在这些封闭的账本里边 比如我现在要往账户里边存100块钱 银行就在自己的系统里面给我增加一条记录 要是我转100元给一个朋友 银行会改两条数据 我减100 他呢增加100 如果我们用的是不同的银行 还得银行之间呢要有一个对账 但整个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不到也无法验证 所有的交易都藏在银行的服务器里边 你必须相信银行记账记得没有错 改的也没有问题 而比特币完全不一样 他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模式 人人记账大家叫对 所有的交易都会被记录在一个公开的账本上 这个账本的技术名字就叫做区块链 不同于银行系统的中心数据库 比特币的账本不归任何人所有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备份验证 你家的电脑也可以完整的备份一个副本 更重要的是 全球只有这么一份统一的账本 每一笔交易 从2009年的第一天开始 一页接着一页 持续记录到现在 总容量已经超过了700GB 举个例子 我要给朋友转100个BTC 当交易发出去 大约10分钟内 网络就会生成账本的新的一页 这页不仅记录了我的交易 还包含其他人的交易请求 系统会把它们打包在一起 链接在之前的那一页的后面 形成一条链式的结构 这个就是区块链 这个词的来源 区块是一页接着一页 链就是前后相连 从2009年到今天 每10分钟 账本就会自动的增加一页 不缺页 不跳页 也无法改一页 写进去的内容 谁都改不了 谁也删不掉 所以 只要比特币网络还在 这笔交易就会永久的写在账本上 成为全球共识的一部分 这也是比特币的核心之一 它是世界上最公开 最透明 最难篡改的账本系统 从只有银行能看的账 变成了全世界都能看 都能查的账 这不只是技术的变化 更是信任方式的彻底的转变 在传统的金融系统中 我们信的是银行 在比特币的世界里面 我们信的是数学 代码和全网公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另外一个关键的环节 谁来确认交易是真实的 在银行的体系里面 这个决定权 在银行手里 职员和后台系统 会审核你的身份 差余额 点确认 然后钱才会真正的转出去 整个过程呢 像一个黑箱子 我们看不见 也改不了 甚至如果后台出错了 我们都觉察不到 而在比特币的网络里面 没有银行 没有审批流程 那么谁来确认交易是否有效呢 答案是矿工 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 拥有强大的算力 专门负责处理和确认这些交易 当你发起一笔转账的请求 这笔交易会广播到 整个的比特币网络里面 所有的节点都会看得到 就像你把一张写着交易内容的纸条 贴到了全球共享的公告板上 接下来 矿工登场 他们从公告板上挑出还没有处理的交易 打包进一页新的账本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区块 然后呢 一场高强度的计算竞赛就开始了 每台矿机都在疯狂计算 就像参加一场全球的数学卡达赛 谁最先算出正确的答案 谁就获得了记账权 有资格把新的一页帐写进区块链 链接在上一个区块之后 一旦完成 这位矿工就会把新的区块广播出去 全球约两万个节点会立刻收到 并开始验证内容 验证过程是完全去信任的 每个节点都自己拆遍账 这笔交易是否是伪造的 转账人账户里有没有足够的余额 签名规则格式是否符合标准 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 所有节点都会把这一页帐 写入自己手里账本的副本当中 这样这笔交易就正式成为全球的共识 但如果其中有一笔造假 网络会直接丢弃这一页帐本 矿工白忙一场 电费算力全部都打了水漂 而且矿工的奖励 他也不是马上能拿得到的 比特币设置了一个安全等待期 必须在等待100个区块的确认 大约需要16个小时左右 奖励才会真正的到账 这套机制非常的巧妙 它用真实的成本来换取系统安全 在银行系统 记账靠的是信任 我们只能相信银行不会乱来 在比特币的系统里边 记账靠的是代价 你得付出真金白银 才有权利记账 没有人情关系 只有明确的规则 没有盲目的信任 只有数学验证 这就是比特币诞生至今 从未被攻破的根本原因 确认完交易的有效性 却可以随时查看你的全部交易 你去哪儿消费 你转给了谁 你买了什么 多久一次 全都一清二楚 这种结构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不对等 你对系统毫无知情权 系统却对你一清二楚 而在比特币的网络里面 一切都被颠覆了 比特币的系统当中 所有的交易都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浏览器 查看任意一个地址 在什么时候 向谁转了多少的比特币 比如说 如果红十字协会公布了自己的比特币的地址 所有人都可以追踪他的每一笔转账 金额 时间 对象 全部可查 一目了然 正是这种全网可验证的机制 让资金的滥用变得异常困难 不过你可能会想 这是不是意味着 别人也能查我的账 答案是 Yes 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虽然交易是公开的 但他们只与一串随机自服的地址绑定 不包含姓名 手机号 或身份证的个人的私人的信息 只有当你自己主动的公开地址的时候 别人才能够将这些交易与你对应起来 所以说比特币是一种公开 但默认匿名的系统 你能看到所有的交易 但看不到是谁发起的 它既不是完全的匿名 也不是完全的透明 而是通过技术设计 实现了一种新的平衡方式 这也是比特币被称为透明账本的原因 在传统的系统当中 我们只能接受被动的监督 而在比特币的系统当中 我们拥有了选择权 让谁去看 看多少 主动权 摸在你自己的手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问题 比特币的资产会不会被冻结 在传统的银行系统里面 你的账户随时可能被冻结 原因呢五花八门 法院命令 反洗钱调查 银行政策 有的时候 甚至只是一次银行系统内部的误报 你不会提前收到任何的通知 也很难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只是突然发现 钱动不了了 而在比特币的系统里面 一切变得不同了起来 只要你拥有私钥 没有任何人或机构 能够阻止你使用自己的资金 比特币网络不关心你的身份 国籍 不在意你有没有被封号 或者是被拉黑 它只关心一件事 你是否拥有这个钱包的私钥 换句话说 资金使用的自由 是比特币系统的核心原则 不需要审批 无需解释 也没有等待 没有人能够冻结你的钱包 也没有人能拒绝你的转账 这种能力有一个名字 抗审查性 你的资产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第三方 无权冻结 没收或者是阻断 这种自由在某些时刻 甚至能决定命运 当一个国家金融系统崩溃 当你身处战乱 急需逃离 当你无法带走现金 但却可以带走一个钱包的备份 在这些情况下 比特币是你可能唯一能带走的资产形式 当然更大的自由也意味着更高的责任 在比特币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丢了私钥那这些币就永远无法找回了 没有客服也没有银行可以帮你恢复访问权限 控制权完全在你的手里面 责任也一样 我们聊完了谁控制得了你的资产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更底层的一个问题 这笔钱最开始它是从哪里来的 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 比特币前传货币片当中 我们讲过现代的货币其实是凭空创造出来的 在传统的金融系统里面 央行掌握着印钞和注入资金的权利 他们可以通过降息印钱买债券等方式 来调解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在维持经济的稳定 但实际上整个系统被极少数的人控制 他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刻 根据任何的政策目的随时决定 这个世界上要不要再多印个几千亿 问题是每一次他们注入流动性 你手里的钱就会贬值一点 一杯咖啡去年是五块钱 今年可能就变成了六块钱 而你赚的钱根本就跟不上这种节奏 那么比特币是怎么做的呢 完全不一样 新的比特币的产生不靠政府 不靠央行 而是靠程序加上算法 再加上全网的共识 每隔大约十分钟 系统自动生成一个新的区块 并奖励一定数量的比特币 发给那个成功挖矿的人 所谓挖矿就是解除一个数学难题 赢得记账权并获得奖励 这一机制从2009年的第一天起 就已经写死在代码里边了 没有人可以篡改 最重要的一点是 比特币的总量永远不会超过2100万枚 没有紧急的增发 没有无限量的宽松 谁都不能印更多 所以很多人说 比特币是人类历史上最硬的硬通货 简单来说 比特币用数学代码 代替了对洋行的信任 用算法规则取代了人为的干预 它让货币的供应可预测 透明公平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在这种机制下 还会有贬值吗 反过来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你手里的钱真的会保值吗 这是我们在讨论任何金融系统时 最该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现代银行体系当中 法定货币 比如说美元欧元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长期持续贬值 即使每年的通胀率看起来不高 比如说3% 10年以后 你现在的100元 只能买到相当于今天70元的东西 即使把钱存在 银行拿利息 实际的购买力 仍然在慢慢的缩水 而比特币呢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法 除了2100万的总量上限之外 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机制 减半机制 每4年 系统会自动的减半 新增比特币的数量 从最初每10分钟产生 50枚到25枚 到12.5 6.25 到2005年 现在的每10分钟 只产生3.125枚 简单来说 产出越来越少 稀缺性越来越高 在比特币前传货币片中 我们讲过一个概念 存量增量比 Stock to Flow Ratio 它衡量的是 某种资产的稀缺性 已经存在的总量 除以每年新增的数量 比值越高越稀缺 黄金一直是人类历史上 最稀缺的资产之一 但如今 比特币已经超过它 成为全球最稀缺的资产 这是一种结构性抗通胀的设计 它不是靠某个国家 控制通胀目标 而是写死在算法里的稀缺性 虽然比特币短期价格 仍然有所波动 但从长期来看 它的波动会越来越小 它的购买力是逐渐增强的 更重要的是 比特币的价值 它不由某个政府来决定 而是由全球用户的共识 共同构建 所以你会看到在青巴布韦 阿根廷 黎巴嫩 这些通胀严重的国家 比特币正在成为人们转移资产 保全财富的数字避风港 所以最终 问题已经不只是 钱会不会贬值 而是更本质的 我们到底在使用 什么样的货币系统 是时候重新思考 钱到底应该是什么 到这里我们已经从七个维度 对现代银行系统 和比特币进行了深入的对比 现代银行系统 由中央机构控制 稳定合规 但流程缓慢 依赖中介信任 隐私受限 亦受通胀的影响 而比特币呢 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去中心化 无需许可 公开透明 防止窗改 它让每个人都能掌握 自己的资产 交易快速 抗通胀 保护隐私 但也有价格的波动 技术门槛和监管的挑战 听起来是不是像两个极端 其实不然 这并不是一个非词即比的选择题 很多人已经在现实当中 同时使用这两种系统 扬长臂短 灵活应对 比特币不只是数字货币那么简单 它更像是一次重新设计过的金融系统 它用数学代替无条件的相信银行 用人人可以参与的共识机制 取代了少数人说了算 用稀缺性对抗通胀 对抗乱发 说到底 比特币让我们思考的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在这个数字的时代 货币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谁来决定它的发行 谁来掌控它的流通 我们是否真的还需要中间人来管理我们自己的财富 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题 留给你自己去思考 希望这支视频能够帮你更清晰的理解比特币的底层逻辑 也更大胆的去思考 未来的金融系统可以是一个什么样子 如果你觉得这类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持续的分享更多关于加密货币 与金融变革的深度解析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unt社区 吃瓜群众自制社 和一群对世界运作方式感兴趣的人 一起来聊天 一起思考 我们下期见 再见